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仍旧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压势力前沿边缘的影响 所以呢水气还是非常的多 那么高温炎热不稳定 那仍旧是今天的天气状况的基调 好我们来提醒大家降雨的部分 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呢 都是属于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那午后雷震雨的几率还蛮高的 不要忘了一定要携带雨距啊 以避免呢在中午前后呢 突然之间的风云变色雨就下下来了 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高达60% 中部地区有30%的降雨几率 南部地区降雨几率高达80% 那至于东部地区啊 相形之下呢就比较稳定 从昨天开始呢 整个的这个大的第二代呢 开始慢慢的离开台湾 那所以呢它对西半部有影响 但对东半部来讲影响就减少了 东半部地区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降雨几率呢 只有20% 那离岛的澎湖地区降雨几率也只有20% 在温度的部分 高温高温没有变哈 北部地区中部地区 白天的温度27到35度 而且中午前后呢 其实包括了台北市台中市 都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南部地区呢 白天的温度26到34度 但是局部地区呢 出现36度的地方非常的多 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 以及屏东县 那么东部地区的这个温度呢 是26到33度 但是一北一南的宜南县 跟台东县都有可能会出现 36度以上的高温 还是要提醒大家要防晒 防重暑要多补充水分 防晒是一个动作 防重暑有很多事情要做 多补充水分在炎炎夏日 是非常重要 不是冰凉饮料哦 而是水 就真正的白开水 很重要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南28度 台中高雄宜兰 花莲台东都是27度 澎湖是29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 涨多跌少 只有非诚半导体 是弱势的 道成功语指数呢 小涨了109点 收盘指数是 35,061点 涨幅0.31% 纳斯达克 小涨了4.38点 收盘指数是 14,358点 涨幅0.03% 标普白指数 上涨了10.71点 收盘指数是 4565.69点 涨幅0.24% 我非诚半导体 很弱势 下跌了 40.70点 收盘指数是 3801.66点 跌幅1.06% 这里面呢 科技类股的部分呢 涨跌互建 苹果呢 上涨了0.71% 创下了历史新高 所以这几天呢 包括了 这个NVIDIA啦 然后这个 微软啦 然后苹果 都是陆陆续续的 创下历史新高 不过昨天呢 创下历史新高的 微软跟NVIDIA呢 则是 昨天拉回 微软下跌了1.23% 灰达下跌了 0.88% 那么另外呢 Google也跌了 1.4% 亚马逊则上涨了 1.9% 而特斯拉呢 则是下跌了 0.71% META上涨了 1.37% 好 这是科技类股的表现呢 你看到并不是 那么的一致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油价 油价呢 经过连续的上 连续两天的上涨之后呢 拉回 那么纽约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 下跌了 0.4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75.35美元 跌幅0.53% 北海布兰特原油 下跌了 0.17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79.46美元 跌幅0.21% 农粮价格的部分 就要注意 因为俄罗斯呢 宣布这一个黑海协议呢 不再延长 之后呢 这几天呢 更攻击了 就是乌克兰出口的 主要港口 包括了奥德赛啦 等等的地方 并且呢 扬言 所有的黑海的 这个货船运输 都被视为 是军用物资的运输 而且呢 任何的国旗 只要是 这个在黑海的 那种运行的呢 都被视为 是支持乌克兰的 好了 但是后续会被攻击 现在还没有 这个 这个明确的话来说 但是呢 那么这就使得 乌克兰的小麦 对外的运输 产生了 许多的障碍跟困难 当然它还有铁路啦 还有其他的这个水路 但是呢 黑海的运输 这件事情呢 使得这个乌克兰 有许多的谷物要输出呢 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所以我们就看到 小麦的期货价格大涨 我们来看数字 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是上涨了百分之0.97 但芝加哥小麦期货呢 大涨了百分之8.16 芝加哥玉米期货呢 也上涨了百分之3.17 那现在呢 是乌克兰农民收割 很重要的一个时刻点 所以呢 这个时间点呢 它的运输出了问题 其实对乌克兰影响很大 对全世界的小麦运输呢 也影响非常的大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在这个贵金属的部分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 收在平盘 来到1980.80美元 那白银的期货呢 继续上涨了百分之0.52 铜的期货下跌了百分之0.4 把金的期货下跌了百分之0.69 那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则是上升了0.35个百分点 来到100.29 是7月13号以来的最高 主要是英镑啦 因为英国昨天公布的通膨呢 数字比预期要来得低 但仍旧是七大工业国最严重的 那么这个使得呢 大家认为英国央行 可能在未来升息步调也会趋缓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 欧元英镑都对美元呢 是贬值的 那么另外呢 日元对美元呢 也贬值了百分之0.5763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啊 也是涨跌互建 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上涨了134点 涨幅1.8%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7点 涨幅0.11% 德国法兰克指数小跌了16点 跌幅0.1%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啊 昨天呢 这个高盛公布了财报 那么他的获利 那么跟营收其实都不如预期 不但是大幅度的跟去年同期衰退啊 衰退了大概百分之61.6% 他的获利那么同时呢 那么也比这个市场的分析师已经调降的预期还要来的低 不过在股市上面啊 高盛的股价呢 不跌反涨啊 所以呢 高盛的这个股价呢 反而上涨了将近百分之一 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股市的表现 另外呢 微软啊 他这个宣布呢 他要推出企业版的office 加上AI 就是他的作业系统 然后再加上AI化 那但是呢 企业用户每一个月的收费呢 是30美元 那一般认为呢 这可以大幅的挤注微软的营收 所以呢 微软其实昨天有继续的开高 但是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是下跌了百分之1.23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英国跟欧洲昨天所公布的通膨数字 以欧洲来看啊 那么欧洲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就六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百分之5.5 这比五月的百分之6.1 在进一步的下滑 而且他的核 但他的核心通膨啊 不但没有再下滑 反而是微幅的增加 从五月份的百分之5.3 那么来到了六月份的百分之5.5 所以如果你核心通膨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虽然说欧洲的通膨在能源价格 那么大幅度的滑落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这个出现了通膨降温的情况 可是扣除掉这一些大幅波动的能源 还有食物呢 剩下来的核心通膨 其实还是不断的在上升 好 现在的问题就是 那欧洲央行还会不会继续升息 目前呢一般认为 七月底还是会再继续升息 但是九月会不会再升息 目前辩论就非常的深了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英国 英国昨天的通膨终于跌破了百分之8 来到百分之7.9 那么英国人呢就觉得松了一口气 其实很替他们悲哀 因为呢七大工业国当中呢 英国的通膨率还是最高的百分之7.9 但已经比五月的百分之8.7 要来的低很多了 这里面呢它的面貌很清楚 跟欧洲一样 都是能源价格大幅度的滑落 跟去年同期相比 年减百分之22.7 然后呢再加上食品的涨幅呢 开始收敛 食品的涨幅呢只有百分之17.3 所以使得通膨呢有降温的迹象 不过它的核心通膨呢 百分之6.9 也确实比五月份的稍微低一点 好 现在问题来了 英国央行还会不会再升息 答案是会 不过呢因为它六月升息的时候呢 一口气升息两码 它八月三号要举行会议 那会升息一码或者是两码 这个就是市场上 现在激烈交战的一点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那么欧盟原本呢 要聘任一位美国籍的 耶鲁大学教授 史考特·莫顿 来主管这个反垄断 就是有关于垄断方面的 首席经济学家 结果呢这件事情遭到了欧盟内部呢 非常大的争议 那法国总统直接质疑说 那么思考特·莫顿很好 但是难道欧洲都没有人 一定要请一个美国人来吗 他又担任过苹果的顾问 这样适合吗 好 莫顿呢现在已经请辞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美林的最新经济机理人的调查 在这一份调查当中呢 那么对未来经济前景显然是乐观很多 所以呢认为应该要减码股票的降到只剩下24% 比前一个月的调查呢减少了8个百分点 那么认为应该要增加债券的投资的呢 只有3% 而且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不如预期 所以呢对于商品投资的部位呢也减少 那么到只剩下呢有9%要减码 整体来说呢经济人现在呢 对经济是乐观的 那么唯一就可能的这一些风险 第一个风险呢就是各国央行呢 仍旧认为通膨太高而继续的偏鹰派 这是最大的风险 第二个风险呢是银行信用紧缩 可能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 第三个是地缘政治的恶化风险 以及AI科技的泡沫会不会出现 好的我们看到的是昨天的美国财政部呢 公布了5月份 那么海外投资人投资 美国债券 美国政府公债的一个情况 那么发现在海外投资人的部分呢 是大举的抛售美国公债 那么总共抛售了534亿美元 这里面呢第一大第二大第三大的 美国公债持有国通通抛售 日本抛售了304亿美元 然后使得它的持有呢 剩下一兆零968亿美元 而中国大陆呢也抛售了222亿美元 使得中国大陆呢持有美国公债的金额 已经来到了13年来的新低 第三名的英国也抛售了141亿美元 中国大陆是不只抛售美国的公债 同时也抛售美股 那么5月份呢 继续的抛售29亿美元 1到5月呢总计呢 是已经卖出了53亿美元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现在呢为了振兴经济呢 昨天呢那么发改委啦 然后还有这个国务院 国务院呢那么他提出了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的31条措施 但能不能振兴经济啊 还值得观察 因为昨天呢那么根据IDC 国际的数据机构所做的最新统计 中国大陆今年的AI市场呢 那么只有307亿美元 昨天去年啊307亿美元 那么是年减6.9% 是10年来首度的减少 好所以我们来看到的是 陆港股的部分 昨天上阵指数小涨了1点 涨幅0.03% 深圳层指下跌了40点 跌幅0.37% 台北这个香港恒生指数呢 则下跌了84点 收盘指数18931点 跌幅0.44% 好接着我们回到了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第二个交易日上演开高走低 那而且呢 这个上下之间啊 高低之间的差距呢 高达了258点 跟前一天 礼拜二的走势呢 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么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下跌了111点 收盘指数17116点 跌幅达到了0.65% OTC呢也同样开高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 小跌了0.31点 跌幅百分之0.14 跌破了五日线 今天的关卡呢 是17000点的整点关卡 以及月线 那么在三大法人的部分呢 其实下盘主要来自于 内资而不是外资 外资呢 反而是小幅度的买超了 6.5亿元 那么投信呢 卖超了20亿亿元 是连续五个交易日的卖超 自营商呢 更是卖超了80亿元 成为昨天呢 沙盘的主力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亚洲开发银行呢 昨天发表了对于最新的 亚洲发展展望报告 对于今年开发中的 亚洲国家的GDP呢 仍旧维持百分之4.8的预测 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对于台湾的 经营成长率的预测呢 从原本的2% 大幅度的调降为1.5%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电子产业的需求下滑 让我们的出口 已经连续10个月 都是负成长 而且负成长的数字呢 其实是还蛮大 都两位数的负成长 百分之十几 百分之二十几的负成长 这是它下调的原因 好 苏之峰来台说 AI将会无所不在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火力更加热 火力更加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